简安乡子弟胡元荣在创业之初 不忘关怀家乡长辈在村长的引荐之下 为人里福气占的老大人 还有清寒的学子来配眼镜 乡长游淑珍很感谢企业的善心意举 让老大人和弱势学生 可以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关怀 每个人脸上都戴着时尚漂亮的眼镜 大家都十分满意 尤其眼睛看得清楚了 老人家们更是笑开怀 很清楚 感觉里面都知道就看很清楚 喜欢啊 我们自己去选的 叫我们自己去选的 去配的 改成 这造型你改吗 我自己算 我现在如果说穿线啊 还有看报纸小字啊 就毫不费力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很实用 很实用 而且自己选的很漂亮 这是吉安人里村的子弟胡云荣 他为家乡长辈们量身定制的老花眼镜 想说能服务一下人里村的村民 他以为是吉安乡的子弟这样子 就是做他免费的验光幕 然后看他的健康检查 眼睛的健康检查这样子 对然后 帮他们做需要使用的度数 有的需要是骑机车带的 有的需要看书带的 乡长有主持特别到了人里福气站 看看老人家们佩戴眼镜的状况 看到长辈们脸上开心的笑容 乡长很感谢企业的善心与用心 谢谢我们日光市所在地的孩子在花莲市开启眼镜行 但是用社会的回馈 用爱来关怀社区的长辈 这次由我们社区长者的这个眼镜的专业的一个测试来作为一个配件 也有我们弱势家户的孩子的需求 我们一并的益住在其中 我们再一次谢谢 用爱益住吉安的整个视信建设 所有的关怀 所有的爱 满满的充裕在吉安乡 每一副眼镜都是单独 艳光配置 款式颜色 也都是由老人家们自己事先挑选 这样专业又独特的服务 让社区老大人们感动不已 介络会吉安相报导